最新数据显示,在旅游方面,因疫情后赴台观光人次,远不及台湾民众外出旅游的数量,台2023年第三季度的旅游收支逆差高达26.74亿美元,创下岛内史上最高单季度旅游逆差记录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,今年台湾地区第三季度的旅行收入为24.57亿美元,支出51.31亿美元,逆差达26.74亿美元。 从往年的数据来看,之前每季度的逆差大多在10亿至20多亿美元,其中2019年第三季度的22.89亿美元是此前最高纪录。 相关负责人表示,岛内民众外出旅游的情况已慢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,但游客入岛观光的情况却还未恢复。 而日本是台民众出境游的最大目的地,但日本来台人数却减少。 岛内分析认为,由于日元持续贬值,台湾物价及观光消费让日本民众难以承受,来台意愿降低。 此外,台湾第三季度外来投资仅1.8亿美元,创下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低。 台湾对外投资金额为60.9亿美元,使台湾第三季度的对外投资净汇出额同样创下新高。 有分析称,欧美国家今年以来大幅加息,外资面临资金压力,加上形势不确定,导致投资出现疑虑。